台北市内湖爆发盗财一级林木案件 市警局内湖分局却纵放嫌犯 只因局长判定这是漂流木 漂流木争议甚至引爆台湾盗财者恨行 因为内湖漂流木媒体挖出最近谈论盗罚新闻影片 其中就提到有嫌犯为了搬运珍贵快木张木绞尽脑汁 甚至带着一群孩子学生假装上山校外教学 无所不用其极 阿里山看到影片再度播出 气氛澄清非事实真相 虽然媒体相关报道影片已经下架 但是主人还是气不过 莫名被挂上三老鼠或是盗罚者罪名 表示委屈 但话锋一转 表示国家林木管理政策有缺失 但受害的却是当地原住民 而也有学者认为盗墓事件层出不穷必须要从源头救起 爱意这种生计上的困难 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在自家的领域去砍砍牛章或是什么 或者是牛章汁为了牛章汁去砍树 或者是几根的木材 其实不应该去指责 你应该追向源头 源头是谁 第一个是林物局 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些市场 非法的市场 还有这些伤老鼠 还有未堵的人 胁迫这个原住民 还有整个国家对原住民的政策 针对内湖漂流木事件 学者认为这凸显林物管理出现危机跟漏洞 原住民此时更应该坚持抗卫自然主权相关权利 内湖漂流木事件引发全台关注 守护山林不用将主导权完全交给政府 如何真正落实由部落来守护森林 推动共管 这是全台族人长期诉求 但何时可以谈到这一步 族人都在期待 记者综合报道